已经走了16年了 我已经是这个年纪了 我也应该考虑一下我今后的生活了 要不然我今后怎么办呢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李大姐能忘掉过去迎接新的感情 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这老了老了 一旦有个头疼脑热 身边是得有个伴儿了 我想找一个68岁到76岁 如果调的好 工资高的话 那年龄再放宽一点也可以 那你觉得就是傻多少工资 四千块钱我上的 那对住房这方面有要求吗 住房它如果有住房呢 那就更好 没有住房它可以到我家来住 如果要是外地的呢 能接受过 外地也可以 也可以 通过了解 红娘觉得这田大哥各方面的条件 不挺符合李大姐的择偶要求的 于是红娘决定安排田大哥 去李大姐新家见上一面 来 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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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李贵真 这是菁吐川 你好 谢谢 我这房是新买的 明天过乎 所以今天这房主还没走呢 来 请坐 年轻还没搬走 请坐 坐呀 你俩坐一起呀 没事 妈 坐得这么远 坐这么远在哪呀 往前坐 这是多大平方啊 八十 八十也不小 俩人往前坐一坐呀 这什么闲到黑就行 闲到黑就行 大姐 有点紧张吗 啥紧张的 这年轻人 其实为了转换范儿 是 看着各自的条件 我想她有妈的像咱们 我都是连一连一连一 要条件不合身呢 咱们别连一连一 对不对 那是对对 也没啥紧张 也有啥紧张 也有啥紧张 就是 你怎么觉得大为晚呀 不觉得这人还可以吧 演员呢 演员还行 演员呢 演员还行 演员呢 我看还行 还可以 第一印象觉醒 第一印象觉醒 第一印象可以 我没啥大挑战 但要瞅得得瞬眼 那你觉得 你觉得剩下找个白印象那种 这不是属于那种 tears 姐姐 没 такие啦 clap 二 lain ほら 妄想信仇一下呀 我 恢复 мам 本以为演员过关的俩人 能有更多的话捞 可红娘一看 这俩人坐得这么远 李大姐也一直不咋吱声 于是红娘又找李大姐问问 这究竟是啥情况 那不是紧张 我不知道问啥好了 我就不知道 你是很少接触男同志 对对 你看你俩坐得那么远 感觉像隔一条银河 就咱得热乎起来是不是 咱自己相亲 咱有啥说啥 这通过红娘跟李大姐这么一闹 李大姐也渐渐地放开了自己 并主动打开了画匣子 那我想问就是 你和你爱人离婚是怎么回事呢 我爱人呢 我跟我爱人的感情不过不好 你能不能讲 就是他总好玩 打麻将 就是有的时候回家下班了 那时候我没退休呢 下班回家吃饭都找不着眼 看不着眼 没玩玩去 但是打麻将我还吃一次 他打麻将 你和家当没啥事的时候 干啥就玩一会儿 但是有些得有时间啥呢 是不是弄事 那是 这个事不能影响正常生活 关于前期打麻将这方面 田大哥看李大姐挺认可自己的说法 于是也问起了李大姐平时的兴趣爱好 我呢也不会别的 我呢就是广场舞啊 就是高难动作我都跟不下来 我紧单动作还可以 起码的言语得明白怎么回事 为啥跳光传舞 光传舞确实 光传舞确实是 你也挺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但是呢你不能以那为止 你说明天可家一阵早上出去了 带个换婿走了 中午就不回来了 哎呀那有点过了 是啊 那三顿饭必须的必须保障 你就说你也不认工事也不啥的 一个玩儿一个断了身体 是是 看他一样吧我跟你说 他说那个事 你比如说那当我不说提手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带可饭去 叫我皇上舞 他就不同意 他说那一天你三顿饭 你三顿饭必须得笑 看什么 那主要是对他身体有好处 不能跟我的思想那么一样嘛 基本都吻合 达成仪式的这个 对对 俩人都认为跳广场舞的目的 就是锻炼身体 不能以那为职业 俩人的观点达成了一致